担任行动党宾州主席长达25年的宾州首席部长曹关佑 此前已经宣布不会在来临的火镜改选中寻求蝉联州主席职 尽管外界担心曹关佑会成为拨脚丫首长 但无论是他个人还是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都已经挂保证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然而马来西亚民权共识党主席拉玛沙米却表示 曹关佑可能很快就会被现任州秘书兼副财长林慧英给取代 曾担任宾州第二副首长的拉玛沙米今天在脸书发文说 当曹关佑决定不参加改选时意味着党内出现了问题 他无法确定曹关佑的决定是否是自愿的 但在他看来也使行动党希望有其他人参选成为州主席 尽能成为首席部长 曾经是行动党议员的拉玛沙米说 曹关佑暂时继续担任首长的职位 只是为了要掩盖党内的深层分歧 而陆兆福所提出的申林配组合方案 表明行动党高层首次试图干预宾州行动党的党选结果 他本身也不看好这个组合 拉玛沙米坦言基于宾州行动党派系斗争 尽管沈志强精通马来域 但可能不会获得代表们的支持 相反的他们可能会选择支持林配音 而一旦林配音高票当选 那他便可能会被任命为州主席 并且通过补选当上宾州首帐 字幕志愿者是继续